印度太基马哈林,世界星期大奇迹之一,是一座位于印度北方阿格拉城的陵墓,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代建筑,是莫沃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加罕,为了纪念已故的第二任妻子,吉曼巴妞而新建的陵墓,在公元1632年开始建造,1653年完工,使用了成千上万的工匠,设计结合了印度建筑和波斯建筑的风格,占地达17公顷,太基马哈林是一座拥有多样建筑的复杂建筑群, 除了主殿外,陵内还建有庭院、清真寺、达便厅等多座次建筑,17世纪时莫沃尔帝国是中亚最强盛的帝国,沙加罕为了建造太基陵,耗费巨资从亚洲各地募集材料,在殿内的白色大理石上镶嵌宝石,包括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、中国的玉石和水晶,斯里兰卡的蓝宝石以及阿拉伯的红玉碎等等,一共多达28种宝石和矿物被镶嵌在白色大理石中, 使太基马哈林在精致度上超越了当时莫沃尔王朝的所有建筑,作为建筑群的焦点与核心,太基马哈林的主殿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筑,四面有带拱门的厂厅,上方则为最被诗人熟知的硕大圆顶,主殿四角的棱线被截去,形成了极具观赏性的八边形结构, 在建筑美学上太基马哈林最引人注目的,莫过于建筑群的完全对称性,太基林主殿每遍的厂厅都开有巨大的拱门,加上两侧上下排列的小拱门,以及主殿周围的四座宣礼塔,使建筑从每一个立面看去都完全对称,太基马哈林的美不仅体现在它的规模和结构,还体现在它的细节和装饰, 它采用了大量的镶嵌技术,用各种绊宝石和珍珠贝壳镶嵌在白色大理石上,形成了精美的花灰图案和古蓝金的明文,它还利用了光线和阴影的变化,使得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色彩效果, 它在清晨呈现出粉红色,在黄昏呈现出乳白色,在月光下呈现出金色,太基马哈林不仅是一座建筑杰作,也是一座爱情的象征, 它见证了沙甲汉河,木马太基马哈尔之间的深情后裔,也展示了默沃尔帝国在17世纪的辉煌与繁荣, 它是印度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宝石之一,到了19世纪,太基马哈林的部分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遭到损坏, 加上印度在近代史上曾被多次入侵,灵壁中所镶嵌的宝石也频频被入侵者凿出变卖, 19世纪末印度政府下令全面修复太基马哈林,让这座极具古代印度风格与历史意义的建筑, 成为了印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,每年都有无数游客慕名而来, 1983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太基马哈林列为世界遗产, 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印度穆斯林艺术的瑰宝,以及世界遗产中令世人赞叹的经典杰作, 并在2007年顺利被列入世界星期大奇迹之一。